第五章 哮喘病的成因及本草条理 中医将哮喘分为虚实两症 又将实症分为寒热两类 寒泪表现为壳痰清晰不多 痰呈白色泡沫状 胸闷气质 口不渴 起热饮 舌苔白滑 麦多浮紧 或间恶寒 发热等 热泪 弹簧愁厚 难以咳出 深热而红 口渴吸饮 舌质红 苔黄膩 麦滑术 有的兼有发热等症状 虚症多为肺虚或肾虚 肺虚则呼吸少气 言语音低 咳嗽声轻 咳痰 无力 在气候变化或特殊气味刺激时诱发 肾虚则元气涉纳无权 呼吸气短 动辄益传等 发病时应当先除邪制标 寒症用温化宣肺 热症用清热素肺 左以化痰 止咳 平喘制药 病久兼虚 当标本兼致 未发作时应当用益气 健脾 补肾等法 浮正培本 本草调制方 方一 白糖水煮白果 原料白果150克 白糖100克 淀粉25克 食用碱适量 做法 白果去外壳 放锅里加水及少量食用碱 煮沸后去皮 心 再将白果放入碗内加清水上笼蒸熟 取出 将白果 白糖放入锅内 加水250毫升 大火烧沸 去浮沫 淀粉勾关即可 功效本品脸肺定喘 适用于酒壳 肺虚气逆之丑喘 方二 豆浆一糖饮 原料豆浆一碗 一糖60克 做法 豆浆煮沸 加入一糖搅匀即可 每日一季 功效本品补虚润燥 化痰止壳 清火定喘 适用于弹火喉喘 方三 核桃仁宜 原料核桃仁600克 补股脂300克 蜂蜜适量 做法 核桃仁捣乱 补骨汁酒蒸 盐墨 再用蜂蜜浆核桃仁 补骨汁调半如鱼 分二十天服完 功效本品补肾 脸肺 定喘 适用于老年人虚寒喘嗖 方四 月季花汤 原料月季花20克 冰糖1 0克 做法上述原料水煎服 功效本品适用于气喘型哮喘 方五 百合构起丸 原料百合500克 枸杞子120克 蜂蜜适量 做法 百合 枸杞子共颜细末 练蜜为完 如梧桐子大 每次服酒客 开水送下 功效本品养阴润肠 清心安神 适用于伴有干渴少谈 心神烦躁的躁热性哮喘